俄罗斯最近开始向土耳其运送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 这项工作吸引了外界的关注 因为土耳其本身是一个被约盟国 同时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而俄罗斯是美国的死对头 土耳其选择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似乎暗示着俄罗斯已经成功击破美国的战略封锁线 7月16日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外强调 安卡拉方面信守莫言 从俄罗斯引进了世界最强大的防空设备 而土耳其军方消息人士也透露消息称 S400设备的第一阶段运送工作将持续到下周 特朗普终于动手了 土耳其惨遭卡坡子 五代机之梦即将泡汤 显然土耳其对于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到来非常高兴 甚至还迫不及待地不断对外释放最新消息 这显然有点没把美国放在眼里了 而且也成功惹怒了美国 据新华社报道 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 土耳其选择S400防空导弹系统使的媒土关系复杂化 这比交易对美国而言是不公平的 鉴于土耳其已经开始获得S400防空导弹系统 因此美国将不会向土耳其供应于百架第五代战机F35 尽管特朗普回避了关于是否制裁的提问 但是仅从拒绝供应F35战斗机这一项 就已经足以看出美国的愤怒 因为土耳其是F35战斗机项目的合伙人之一 按理来讲土耳其也是美国的客户 交付F35战斗机是美国应该尽到的责任 但现在美国显然决定给土耳其一点脸色看了 美国拒绝交付F35战斗机 则意味着土耳其将无法获得一种先进的五代机 与此同时 以色列在近期却再次接收了新的F35战斗机 以色列的F35机群也因此获得全球第二大的头衔 相对比之下 土耳其空军实力立即变得落后 其地区影响力可能被大幅削弱 特朗普终于动手了 土耳其惨遭假脖子 五代机之梦即将泡汤 而且虽然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政策仍不明朗 但鉴于美国此前已经多次以制裁相威胁 这一次美国要想自己打脸撤回制裁措施 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俄罗斯业正对此保持关注 俄罗斯议员普什科夫认为 美国拟推出的制裁政策凸显了被约内部的不平等现状 并且俄罗斯现在也在关注欧盟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 虽然欧盟制裁的理由是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水域钻井 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对媒体表示 这波制裁刚好赶上没土两国以NAS400设备而发生分歧的时候 时间节点非常巧合 令人不能不感到怀疑 俄罗斯的怀疑显然也不是凭空猜想 美国想要制裁土耳其的话 不一定非要亲自动手 这就好像美国针对伊朗一样也不是非的自己出马 英国最近就替美国扣留了一艘伊朗邮轮 这使得伊朗大位不满 同样的即使美国表面上不直接制裁土耳其 也能够通过各种暗中使坏的手段 把土耳其折腾的晕头转向特朗普终于动手了 土耳其惨遭洽破子 五代机之梦即将泡汤 矿切即使不考虑其他 光就拒绝交付F35战斗机这一项来看 就已经是给土耳其的沉重大机了 如果土耳其无法获得F35战机 那么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土耳其都可能和五代机无缘 土耳其想要靠自己的技术实力开发五代机 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 之前土耳其官员倒是有透露消息称 如果不能获得F35 则土耳其将考虑俄罗斯的战斗机方案 俄罗斯当然愿意提供帮助 但问题是 俄罗斯自己的五代机项目发展的并不顺利 土耳其如果指望了俄罗斯的话 恐怕还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